独家柯宜敏王夫最后申请告白444字寡计这件事。 苹果独家掌握黄国府生前传给柯宜敏满第444字的申请告白,讯息中他亲密称柯宜敏我最爱的老婆,并感谢他对自己仅而含含全心全力递付出,我也知道你一人要养多少人的压力,你对我们家的付出已经如此完美,照理不该有任何要求,就唯一喝酒。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喝酒,但喝那么急那么多然后控制,不住哭闹。或许这是你发泄情绪的方法,但我和女儿都一直担心你的健康。 黄国府感性地吐入,你要我好好活下去,我一定做到,相对的你也要顾好你的身体。 即便她身体不适,仍体贴叮咛她,少喝酒,小细节也看得出夫妻情深。 黄国府简讯全文。 阿迪我最爱的老婆,你是伟大的女性,对我对韩付出的爱每个人都看在眼里,韩嘴里不说但你知她多么在意你回台背陪她。 妈和爸还是不一样的,别怀疑女儿对你的爱,只是她面对你不知如何表达,你在她心中是那么强势充满才华,好像很亲近却又遥不可及,其实你们彼此都很在乎对方。 你给我们的爱我们都知道,我常告诉韩你是多么辛苦要体谅妈妈。 我也知道你一人要养多少人的压力,你对我们家的付出已经如此完美,照理不该有任何要求,就唯一喝酒。 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喝酒,但喝那么急那么多,然后控制不住哭闹。 或许这是你发泄情绪的方法,但我和女儿都一直担心你的健康,你在大陆应酬朋友那么多,这样喝酒肯定对身体不好。 我身边在大陆工作的朋友有几个走了,你叫我们怎能不担心你的身体? 你要我好好活下去,我一定做到,相对的你也要顾好你的身体,尤其北京县在环境那么差。 阿迪你已经做到如此完美,只是希望你喝酒时别过量伤身体,这是女儿唯一能对你要求的。 我和韩的非常爱你关心你,不要怀疑,明天不能送你去机场一早醒来写下想对你说的话。 最爱你的老公国府 最爱的老公国。